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学习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呢 将开始进入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最后的阶段 要来评鉴反应性测量模型 那么呢 在我们开始进行评鉴之前 老师将先要来介绍 我们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时候的一些基本步骤 与概念 那一般而言 我们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遵循以下的基本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需要来绘制模型图 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需要执行模型图 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来进行 评鉴模型图 那有关绘制模型图方面呢 最主要啊 我们必须要去进行三样工作 绘入资料档 然后呢 绘制各潜在变数的测量模型图 以及呢 绘制各潜在变数 之因果关系的结构模型图 那这三个步骤呢 基本上啊 在本影音课程的第一章 以及呢第二章啊 老师呢 已经啊 都有所说明了 那在第二个步骤当中的 执行模型图呢 我们啊 主要呢 将进行两样工作 第一样工作呢 是执行 PLS algorithm 以便呢 我们能够估计出啊 模型当中的各类的参数 那第二个事项呢 我们必须去执行 Boost水平的功能 以便呢 我们啊 能够呢去检验 由 PLS algorithm啊 所估计出来的这些各类的参数啊 是否呢 具有显著性 那这一个估计 各类参数的 PLS algorithm功能呢 我们在本影音课程里面的第三章啊 已经有所说明 那至于呢 不水平的功能呢 我们则是啊 在第四章啊 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因此 当我们执行完第一个阶段 的绘制模型图 以及第二个阶段的执行模型图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将根据啊 我们所执行模型图之后 所产生的各种参数 以及呢 检定的结果啊 我们呢 就要来评鉴我们的模型图了 那评鉴模型图的时候呢 我们啊 也是有阶段性的 根据Anderson 和Jerwin等学者的建议呢 我们在进行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时候啊 应该呢 要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需要先评鉴测量模型 以便呢 我们能够了解 我们结构方程模型当中的各个潜在变数 也就是呢 各个构链 它们的性度 收敛效度 以及呢 区别效度啊 是否符合一般我们学术上的要求 那如果经过第一个阶段的测量模型 评鉴之后 我们证明了各个潜在变数呢 它们都是具有性度 收敛效度 以及区别效度之后啊 也就是呢 我们所谓的测量系统 没有任何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的 评鉴结构模型的步骤了 那在评鉴结构模型的步骤里面呢 我们啊就是要来验证 各个构链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假设检定呢 是否呢 都能够获得成立 获得支持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啊 在Smart PLS里面啊 我们啊 还会呢 再去验证 我们模型的解释能力 或者呢 是预测能力 以及呢 模型对资料的配置程度 那在检验模型的解释能力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啊 都会用R2 或者呢 是F2 等这两个指标 那在评鉴模型的预测能力的时候呢 我们啊 就会使用呢 R2 或者呢 Q2 等这两个指标 那在检验模型的配置能力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使用啊 GOF这个指标 所以呢 我们真正在评鉴 我们的模型图的时候呢 一定啊 要根据呢 过去学者他们的建议 分阶段来进行 那在我们今天的第五之一节课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将先针对 反应性的测量模型 来先进行了一些基本概念的介绍 那如先前课程当中的介绍 我们在评鉴模型的时候呢 将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先进行测量模型的评鉴 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再来进行结构模型的评鉴 好 那在呢 SMART PLS当中啊 我们在进行测量模型评鉴的时候呢 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呢 我们的测量模型啊 分成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种呢 是反应型的测量模型 另外一种呢 是所谓的形成性的测量模型 那这两种测量模型的评鉴方式啊 是不同的 那么呢 在我们今天的第五章当中呢 我们最主要啊 是要来进行呢 反应型的测量模型的评鉴 那至于形成性的测量模型评鉴呢 老师啊 将在下一个进阶的影音课程里面啊 才会呢 来进行详细的收品 所以呢 在本影音档当中呢 我们所进行的测量模型的评鉴啊 都是属于反应性的测量模型评鉴 那这一点呢 希望同学呢 要能够理解 好 那么呢 我们要如何来进行反应性的测量模型的评鉴呢 根据过往诸多学者的建议 我们在评鉴反应性的测量模型的时候呢 最主要呢 将就下类的四项内容呢 来进行评估 第一项呢 是所谓的内部一致性 那评鉴的时候呢 我们啊 会使用到组合性度 这个参数 那第二项呢 我们会针对指标的性度啊 来进行评鉴 那针对指标的性度进行评鉴的时候呢 我们将使用到标准化的因素负荷量 那第三个要项呢 我们将针对每一个潜在变数啊 它是否具有收敛效度呢 来进行评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将使用到所谓的平均变异抽取量 这个参数 那最后一个事项呢 我们必须要去评鉴 各潜在变数之间呢 是否具有区别效度 那至于呢 每一个评鉴内容 你所需要参考的参数 以及呢 他们的准则呢 同学啊 可以看到呢 右手边这一个表格 那在这个表格里面呢 老师已经整理啊 过去学者 他们对这四个要项评鉴的时候 所需要用到的参数与准则呢 已经啊 详细的列出来了 未来 同学呢 在进行反应性的测量模型评鉴的时候呢 同学就可以根据这些准则啊 来评鉴各个潜在变数的测量模型 那首先我们看到内部一致性这方面 我们在评鉴内部一致性的时候呢 最主要啊 是看各个潜在变数 他们的CR值 那么呢 对于评鉴内部一致性的准则呢 不同的学者啊 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呢 这些著名的学者啊 他们认为 CR值如果是大于0.7的话 那么呢 代表这一个潜在变数呢 他就具有内部一致性的 不过呢 Foneo等这些学者 不过呢 Foneo等这些学者呢 他们认为 CR值只要大于0.6啊 就可以呢 符合内部一致性的原则了 好 那不管呢 学者他们的看法是如何的分析 因为呢 CR值大于0.7 或者CR值大于0.6 都各有文献的支持 所以呢 同学呢 你自己 在判断内部一致性的时候呢 你可以呢 根据你自己跑出来的CR值 而来套用啊 这两个不同的准则 都没有关系 因为呢 这两个准则 都有相关文献的支持 那第二个 有关指标 信度的评鉴呢 跟内部一致性一样 学者们的看法呢 也有所不同 HEAL他就认为 标准化 因素负荷量呢 如果能够大于0.7 而且显著的话 那么指标呢 就具有信度了 那当然 0.7啊 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 在我们的Smart PLS里面啊 也是以0.7为标准 所以呢 如同先前老师的介绍 当我们的Smart PLS 估计出标准化因素负荷量的时候 如果估计值是大于0.7的时候呢 是以绿色的方式来显示 那如果是以红色的方式来显示的话 代表呢 你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啊 它是小于0.7的 也就是呢 不符合指标信度的 但是呢 哈人 这位学者呢 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呢 不用那么严谨 标准化的因素负荷量呢 只要能够大于0.5 而且呢 显著啊 这样呢 就可以代表 我们的指标啊 具有信度了 好 那无论如何 大于0.7或大于0.5 这两个指标信度的准则呢 他们各有文献上的支持 所以呢 将来啊 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资料的现况呢 来使用呢 大于0.7的准则 或大于0.5的准则都可以 毕竟 他们也是都有文献上的支持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如何来评鉴 每一个潜在变数的收敛效度呢 那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看AV1指就可以了 如果AV1指大于0.5的话 那么呢 我们的潜在变数啊 就具有收敛效度了 最后一项 我们要如何来检验区别效度呢 好 那么呢 学术上啊 检验区别效度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呢 是使用交叉负荷量 另外一种呢 是使用fornail准则 那不管是交叉负荷量 或者呢 是fornail准则 我们呢 在过去的课程啊 第三支十五节当中啊 都有所介绍 那同学呢 可以去回顾 第三支十五节的课程内容 不过呢 将来 我们在写作论文的时候呢 这两个区别效度的检验方法 我们只要选择一个就好了 那通常 我们呢 不会选择啊 使用交叉负荷量的方式啊 来评鉴我们的区别效度 我们呢 会使用比较严谨的方式 也就是呢 我们会使用fornail准则啊 来检验我们的区别效度 好 那无论如何 我们先来看到 如何利用交叉负荷量 来检验我们的区别效度 一个指标 对于其所属的概念的因素负荷量 应该要大于该指标与模型当中 其他构念的负荷量 那这个所谓的该指标与模型中 其他构念的这个负荷量啊 我们呢就称为叫做交叉负荷量 所以呢在交叉负荷量检验区别效度的时候呢 我们的准则就是很简单 就是呢 某一个指标 对他所属的概念的因素负荷量 一定要比较大 要大于呢这个指标 和其他构念的所谓的交叉负荷量 那其实啊 这个检验的准则呢 就是所谓区别效度的最基本的概念 那因为啊 他是属于呢 最基本的概念 所以呢 他是属于一种 以最宽松的方式啊 来检验区别效度的方法 那在学术上呢 我们通常啊 都会使用fornail的准则 那这个fornail准则呢 我们需要运用到fornail的 这个区别效度检定表 在表中我们呢就可以判断 每一个构链的AV1平方根 是否有大于该构链 以模型当中其他构链间的相关系数 好 那么呢 这两个方法 未来同学呢 在你的论文呈现的时候啊 只要选择一种就可以了 那如同先前老师所说明的 我们通常呢会使用fornail准则 那fornail准则怎么应用呢 我们在课程的第三支15节当中啊 已经有所说明 必要的时候呢 同学啊可以去回顾第三支15节的课程内容 好 那了解了我们平见反应性测量模型的 这四种内容之后呢 我们啊就要开始来进行 反应性测量模型的平见工作了 那进行反应性测量模型平见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些表格来辅助我们进行平见 那这一些表格呢 最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呢是所谓的测量模型参数的估计表 第二个呢是交叉负荷表 第三个呢是区别效度检定表 那第三个的这个表格呢 就是所谓的fornail的检定表 因此呢 其实这两个表格啊 都是用来检定区别效度用的 虽然老师在这里列出三个表格 但是呢未来同学你在你的论文表现上面啊 你只要使用这个测量模型估计表 以及呢fornail准则的区别效度 这两个简定表这两个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到测量模型参数估计表的外观 表五之一 这个就是所谓的测量模型的参数估计表 那这个估计表的所有内容呢 都是来自于呢 pls-algoritm执行之后的结果 那在这个表格当中呢 我们需要去列出呢 我们的结构方程模型里面的所有的潜在变数 也就是所有的构链 比如呢我们的范例模型当中啊 有自我形象一致性 以及呢品牌认同 以及呢品牌权利等三个潜在变数 因此呢 这些潜在变数啊 我们呢都要把它列出来 其次呢我们要把这三个潜在变数 它们的指标 依序的把它相列出来 比如自我一致性它包含了四个指标 sc1到sc4 品牌认同呢 它包含了五个指标 BI1到BI5 品牌权利呢 它包含了四个指标 BE1到BE4 那如果行有余力的话呢 同学还可以呢 把这些指标的形态 反应型或形成型呢把它列出来 那因为呢我们的范例模型啊 都是属于反应性的 所以呢形态这里啊 我们呢就很简单的把它列出来 提示一下 这三个潜在变数啊 都是属于呢反应性的测量模型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在测量模型参数估计表里面 我们需要列出哪一些参数呢 第一个标准化的音速复合量 还有呢它们的T值 那当然 音速复合量呢可以由PLS Arcogen呢 帮我们求算出来 那至于T值呢 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使用到Bus 这个功能呢帮我们求算出来了 那第二个 所需要列出来的参数呢 是CR值 第三个呢是AV值 那其实呢 我们在进行指标性度或内部一致性的检验的时候啊 我们呢是不会使用到Combaα 但是呢在一般传统的概念里面啊 我们要来看一个够变它的性度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使用到Combaα 所以你在这里啊我们顺便啊 也把Combaα把它呢 降列出来 那从这一个测量模型参数估计表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表格呢 来帮助我们的检验第一个 过变的性度 那检验过变性度的时候 当然我们会使用到这个所谓的Combaα 第二个呢 我们会使用这个表格呢 来帮助我们的检验内部一致性 那检验内部一致性的时候呢 我们就使用到这个C牙子 那第三个呢 我们会拿来检验指标的性度 那我们要检验指标的性度的时候呢 我们啊 就会使用到 这一个 因素负荷量 以及呢它的显著性资料了 第四个 我们呢 可以拿这个表格呢 来检验啊 每一个潜在变数的收练效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这个AV1值 好 所以呢这个测量模型参数估计表呢 它可以利用来检验这四个项目 过链的性度 内部一致性 指标的性度 以及呢 过链的收练效度 那当然这个过链的性度啊 并不包含呢 在我们啊 刚才呢所指称的 凭见反应性测量模型里面的四个 主要工作内容之中 但是呢在传统上啊 我们凭见一个过链性度的时候呢 我们确实都可以使用呢 这一个Combaα这一个参数 因此呢 由这一个测量模型参数估计表的说明当中啊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测量模型参数估计表是一个很重要的表格 而且呢这个表格啊 是未来呢 你在你论文的内容当中呢 必须要去揭露的一个表格 那希望同学呢 会制作这个测量模型参数估计表 好 那接下来呢 是所谓的交叉负荷表 那这一个表5之2的这个交叉负荷表呢 一般啊 我们在论文里面啊都不会使用 我们要评鉴呢 区别效度的时候 虽然可以使用交叉负荷量这个表 但是呢 通常我们会使用Fornail准则 那至于呢 交叉负荷量表如何制作 以及呢 如何用来评鉴各个潜在参数之间的区别效度呢 他的过程同学呢 可以参照我们过去的课程第三支15节的内容 那在这里呢 老师啊 就不再多做说明了 那在论文当中呢 我们要去呈现区别效度简定的结果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啊要使用这个区别效度简定表 那这个区别效度简定表呢 也称为呢叫做Fornail准则表 好 那在这个表格当中呢 我们会在横类 类出所有的潜在变数的名称 在直类也会呢 类出所有的潜在变数的名称 然后呢 在这个对角线啊 我们呢 就是要放平均便利抽取量的平方根 这个数值 然后呢 在这一些对角线之下的数值呢 所代表的意义啊就是呢 各构变之间的相关系数 比如呢 0.569 就是品牌认同 和自我一致性的相关系数 那根据Fornail准则呢 各构变AV1的平方根啊 必须要大于相关系数 那这样才具有区别效度 也就是呢 这个粉红背景的这些数字啊 必须呢 要大于这一些绿色背景的数字 所以哦 我们可以从这一个表格来观察 0.861呢 都大于下面的这一些相关系数 因此呢 我们可以称啊 自我一致性呢 它具有区别效度 或者呢 就品牌认同而言 它的AV1平方根啊 也大于呢 它跟其他构变之间的相关系数 所以由这个表格看来呢 所有构变的AV1平方根啊 都大于相关系数 因此我们可以研判 这三个潜在变数之间啊 是具有区别效度的 那这一些说明呢 同学如果还有不理解的话 可以去回顾本影音课程的第三支15节的课程 好 那在本节课程的内容当中呢 老师介绍了如何来评鉴反应性的测量模型 那基本上我们在评鉴测量模型的时候呢 我们呢 主要有四个工作 第一个工作呢 是内部的一致性 第二个呢 是指标的性度 第三个呢 是有关于收敛效度的评鉴 第四个呢 是有关于的七倍效度的评鉴 只要呢 完成了这四个评鉴内容啊 那我们呢就可以证明出来 我们的测量模型呢 它是具有性度 它是具有收敛效度 以及区别效度的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我们才可以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的 所谓结构模型的评鉴 那希望同学呢 要先具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你在进行评鉴模型图的时候呢 才能够顺利成功 好 那么呢 本节课的课程内容呢 老师就说明到这里 感谢各位同学的聆听 谢谢